宝珠们 还记得我们曾经坠入这个地下世界吗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很多小伙伴 有够彷徨 也有够快乐 但是宝珠们知道 在这个地下世界你们尝着多少秘密吗 你们知道小花竟然是毁灭小日子的凶手吗 欢迎各位一起来到今天SAM大叔的游戏彩蛋建立 本期视频由猛战的小伙伴太空沙战胜赞助播出 想看到其他游戏彩蛋的宝珠们可以在评论中说出想看的游戏 当然在开始本期视频之前我还是有点废话要说一下的 那就是传说之下的彩蛋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也有太多人制作过相关视频 搞重复的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在制作本期视频前购买了游戏的官方设定集 不过为了让大家都能看懂我还整了一个中文版的 那么从这里面咱们来看看到底有多少好玩的彩蛋吧 不过在开始前看大叔这么努力的份上给个点赞三连呗 第一个彩蛋咱们的羊妈 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个游戏中最疼爱主角的人之一 从官方设定处可以看出一开始作者是想把他设计成龙战士松的米瑞亚 但是并未采用所以不算是彩蛋 那么彩蛋应该是什么呢 那就是羊妈的角色原型 明改于洞窟语中的咪咪嘎 兄弟们要是没有脚的话就问你们像不像 今天的第二个彩蛋羊霸 这也是大叔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默默的背负着地下世界的一切 它的灵感来源一款非常古老的游戏 汉天神塔中的 这两个我不会读 不过为什么说这口游戏古老呢 因为按时间线来说 这个游戏初代发售于1991点 比我的连级都还大 而且该游戏一共发售了四部 所以想找到这两个角色的资料实在是太难了 我甚至跨洋区找了该游戏的官网 都没有该角色的相关消息 大概只有自己把整个新业的游戏 亲自玩一遍才能知道了 兄弟们 等我之后的消息吧 今天第三个角色彩蛋 那就是杨家的儿子 当然不是这个形象 而是这个 六魂小花 当然彩蛋不是指这个外形 毕竟这么模型的东西 是作者自己设计出来的初稿 再就要给U Every Drive进行设计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咱们的彩蛋重点是这个玩意儿 从这者自家描述可以得知 这玩意儿的原型就是经典胖子 关于这个家伙的威力 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吧 当然 作者选用这个的原因 并不是什么坏的情况 而是想表达出反战思想 因为在他的眼中 这里就是真正的恶魔了 好了 本期视频也就到此为止了 为了找到这些资料 大叔可是费了老大劲了 宝石办不给个点赞三连支持一包吗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